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到我们《芒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4月15号,首先这里有我们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振迪好 还有我家坛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没那么订阅的,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小小钟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二台正向部三台浪冷气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以壮大中纳模式的力量和和平理性的声音 光向正向浪冷气做齐三宝,不会给错提示人,搞到天下苍生 好鬼惨,那就没有烦恼啊 哇,真的好像叮当啊 都说了,我不介意做叮当啊 啊,真是只要可以搞定现在这个19 做叮当有什么所谓啊,变成机械人没有油 啊,有什么所谓啊 好了,这一节主要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上一节就说过啊,大统领啊 他说要迟迟都不... 就是他硬是说迟迟在1月那时候可以做事,他不做 啊等等,其实他是受到一个所谓他的经济顾问影响的 这人是黏着的 就是叫做,比特拿华劳,比特拿拉劳劳 这个经济顾问,这个才是真正的罪苦和手 其实衰革情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 是跟博尔顿和班农是有得挥的 不过他说钱 这个所谓博尔顿最坏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上任之后将这个疾控美国的疾控中心的预算大幅减少 甚至是在海外的监控是减了80% 所以当中国出了事的时候 美国是反应不来而造成的 其实这个是他自己造成的 而班农就不再说了 就跟他翻桌子了 现在就去支持郭文贵 就一直在那里抢伤网两个贱人 大家不用再说了 现在这个拿华路先生其实做了什么呢? 他的底子就不需要多说了 都是极右派的人 他在2017年那时 其实就已经将一份经济报告 其实他早前已经将一份经济报告 交给大统领 那么主要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完完全全针对中国 就称之为China Sock 他说在一个 他是其中有份价 给一个灌输就是说 一定要搞贸易战的原因 他说中国的贸易是完全不公平的 他是由2000年开始搞到现在 令到美国不见了500万份工作 还有有7万间企业倒闭 令到数以万计的美国人 因为这样家破人亡 那些年轻人论为吸毒 好夸张啊 吸毒啊 这个酒瘀酒啊 喝酒喝得多就会这个肝病啊 腊肝病啊 油惯糞这些所有东西都变成 即是就来拖不出糞便都会说 他不断在这里说 但是呢 而当初在最初 现在这件事就爆出来是这样的 在最初这个疫情开始 19事件开始的时候 就拗过嘛 应不应该为了解决这件事 而进行封城 他就是这么说的 那些人只是懂得看到 那些人只是懂得看到 疫情的影响 他没有想过 跟着这个economic shutdown 一路堆下去 这个世界会 这个美国死的人更多 这样说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致命的 他认为最致命的不是19 最致命的是 随之以来 不停的加强的 经济停摆 是完完全全致命过 这个所谓 病毒的影响 所以他经常不停地 打开大统领 立即打开 迟一天就死 就失败了 这样说 这个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在背后献策的 新人已经有些人爆料 爆了他的面帽 那些爆了出来的了 在这个Westling那里 就是这样说 他说他 他直接说 我计算给你看 这件事我们有 trillions的损失 因为随之以来 那些人瘀走 那些人命死得更多 就说这件事 其实 说句老实话 现在 19这个事件 都是从西方或者美国 美国为首 不断地抹黑中国 有些人散播而言 其实就是透视了 其实他们的 基本 基本对华政策 其实就是 当然有时合作 但是其实他们 一定要将中国变成一个假想敌 然后团结回国内的人 就是他们其实一向都是这样操作的 就是要将中国写到 比如他们会写到 有些东西是夸大了 就是说到中国好像就快超过美国 其实就是 要将整个民族的危机 展示出来 就是让他们再团结 或者令到他们觉得 哇 喂 选这个人才行的 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被中国 replace 就是被中国人代替我们世界上的位置 其实这个就是他一向的对华政策 就是稻草人政策 我会这么说 因为只有一个稻草人出来 这样才可以令到他们 就是国内有些矛盾 再一致对外 这样才可以继续 或者巩固自己的政权 或者如果你想搞经济 哇 现在不行了 大家一起 冻起来 如果不然你就很麻烦 被中国人替代了 其实这种情况 以前 都发生过 就是日本人 是吧 结果日本人就被他打到这样 是 九几年那时候 那时候是美国 那时候是美国开始 列根年代的末期经济衰退 就是那时候老布殊上来 其实老布殊上来 那时候已经是强老之末了 因为是列根年代的震惊 一直摆到老布殊 老布殊他即使打赢仗 之后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 令到他搞不定 因为 就是你跟经济理论 就是你想到这么想 一定要下来 而老布殊很不幸的吃了那一夜 你共和党在那时候 已经做了十二年了 差不多 嗯 嗯 而其实 是的 在当年 而在当年 他也是要找到杜草人 所以要找到日本 是 就令到他今天 就搞到现在这么麻烦了 是日本人自己有拿来的 有少少 有机会会讲一下 是 好 那 但是问题是 他现在 他现在其实 还要加上他国内选举 他很明显 他有一群对华的鹰派 主要是共和党人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最重要的是 大统领是搞不定十九 那群人会被他陀害 其实如果大家看一下 和香港是差不多 有一批人怕被特首陀害 所以他们不团结 而走了去另一条路 去搞乱局 就是 应该要去做民生 那时候 不去做民生 去搞政治搞乱局 希望可以跳船 去哪想跳船 这个方法 现在大统领也都觉得 他大统领想转移视线 但是现在被人扭死了 最糟糕是 就是那些州长 那些州长联合在一起 那个人就扭住他 不放 说喂 不是 连他自己那个六朝元老 福利 都扭住他 不放 他说喂 他又想着 现在去賴世衛 他现在要求中国 当然要求中国 他自己不方便 去搞中国 他自己的那些 议员去搞中国 其实是一样 但是其实他自己拿来 因为他听那个经济顾问说 阿珍BC怎么看 那其实我现在这样看 就是 就是 现在中国就变成了 这个假想敌 但是他跟当年 日本有少少不同 因为日本当年是高度 很高度的 依赖美国经济 所以其实有些黄的时候 你记得有以前花交台 都说 或者潮系 老蕭一系 都说 哎 糟糕了 中国很快就会变成日本了 就会像日本那样 失落的几十年了 是吧 但是不同 因为 中国人口比日本多几倍 还有他 其实呢 虽然贸易战的确有影响 但是其实他内需是很强大 是吧 当然中国也是一个出口大国 但是他内需依然强大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搞死的 所以 我就是这样说 其实那些黄人 常常将什么 港场协议 记得我记得 我记得我记得 有花交台 常常都说什么 港场协议 啊死硬啊你 这些东西 不会再出现的 另外一样东西 他们说 中国在苏联 更加不可能出现 因为当年苏联是 工业是严重失衡的 是 严重倾断工业的 是 就是 现在中国的轻工业是世界首位一指 就是 当然 很多人说 他要依赖他出口 和现在要准备撤出了 但是 但是你说 是可能会撤出的 撤出一部分 就是可能说 以前 我90% 依赖你中国 哪做 可能70% 其他试试去其他地方 但是 但是有没有那么好呢 是不是有没有中国制造那么好呢 是一个问题 这一场是一场 当然 这一场是一场持久战 不用再说了 那另外 所以 我们一早已经说了 美国 这个大统领 不可以说整个什么 大统领 其实他 一直以来 为什么要 这个经济顾问 他这个经济顾问所说的 也都是严重影响了大统领 所以他们是将整个19初期 特意玩低他 就说 这个不过是流感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 我自己个人都承认 我开始是听了他说 是流感 我都会觉得 是 我自己个人 我认的 我认的 没所谓 但是看着这个事态演变 这么厉害 因为我自己也是受影响 我演变北美的 受到他们影响是有的 但是看着这个事态演变 就当然改变了看法 而如果现在看下去 大统领究竟 搞不搞得定 就是 就是 单单开不开市这个问题 大约 我认为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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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搞得定 因为很悲观 加撑 加撑你明白一件事 那有钱佬 正常有钱佬 是否想他快点开市 可以赚钱 是 当然 那如果他 我不从阴谋论去看 我觉得正常 如果有钱佬都会大力地 泵水去 去 做疫苗 各方面 或者是 防疫措施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那结果 如果好 的话 我觉得是赶得上 我们记住一件事 其实 资本主义就是 大有钱佬服务 那如果他肯出力地做的话 我觉得并不难 我觉得 是 那我说一下 今天那个IMF 就是这个世界贸易银行 是吧 我只懂英文 他的IMF 就是这样说的 就说 估计今年2020年 就应该是 由预估的经济增长3% 变成-3% 但是到夏年的冬天 那时候 就是秋冬之间 就是他们预计 会反达5% 但是这个经济寒冬 是 大萧条以来最厉害的 因为经济完全停摆 这件事 真的没见过 就是这样说 嗯 嗯 嗯 说实际 其实经济衰退 就必然的 但是 但是 就看下他放水多少 是吧 如果他大力放水 可能就快 快点过了 或者这样说 或者他 如果大家通力合作 和中国通力合作 快快快 把我们都说了 其实中国现在原製疫苗 是领先在世界的 那如果通力合作 加上WHO 的话 那其实 我觉得年底应该可以 会复到 哇 就是 代表个人立场 不代表本台立场 因为我们都说过 其实呢 在WHO牵头之下 那些 各项的 防疫工作是好很多的 当然啦 有人说 哎呀 美国自己出来搞得当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 你是超级大国 但是你不是拥有全世界 所有最拖的科学家嘛 那还有 加拿大 紐西兰 澳洲 瑞斯 都有其他科学家嘛 是吧 甚至 甚至 第三世界都有很多聪明的人 是吧 你可以说 五眼集团肯定跟着你 但是其他 第三世界 依然有很多聪明的人 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说过 因为中国是早期 因为是早期爆发了 所以它 很多数据在中国的 很多资源你要跟中国分享的 跟中国分享的 资料 如果自己搞得谈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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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更加 更加难呢 而且我觉得 以大统领这帮人的性格 他们最喜欢就是空人 有什么事就空了人 我不畏言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顶着弄 说换界 换界要我做事 我用我个人 是这样的 他这个人说话 基本上最喜欢是假大空 其实他做生意就是这种手法 他习惯了 他习惯了 基本上他说完之后 把那些人兜完就可以了 我怎么说都可以 其实 变相那些人 都不会把他说的事 当真 其实我觉得 你听他说话 都没多分真 但是我觉得看Twitter好一点 是 但是留意一下他 他星期一说完 说要动 动这个人 之后炒了 立即又要改 所以 其实 其实以现在来看 反而我觉得 他需要换班底 他的班底 真的不行 他一样东西都是以选举行先 他根本不是一个 他是一个商人 而不是政治人 所以就变成了短时 所谓 那也是正常的 他一向都是伤人自觉的 那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希望 就是 他有骂人 骂谭德塞 政治化 我希望他们不要政治化 抛开自己的成长 抗开自己的成长 抗开自己的成长 抗议有什么 打赢了这场抗云之战 再说 不过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拜拜!